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每次看电视剧里面打仗之后 满地的尸体 是战争就是会有人死 电视剧里面都是演员 可以不管 但是现实中那些尸首 总不能够就这样放着 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要看身体者 还是失败者 如果是失败的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四处的逃窜的 谁还关心呢 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些尸体呢 对吧 那就需要身体者帮着对方呢 去处理了 如果身体者不管也是没有办法 这样的这些尸体呢 只能靠自己腐烂 或者是被这些飞行鸟兽啊 给分食了 但是这样会引发一些瘟疫的灾害 最常见的就是土葬 我国中国呢 就是古代啊 就是讲究是入土为安 有的时候呢 胜利者会挖一个大坑 将这些尸体呢 一起埋了啊 这样就不会发现 发生这个瘟疫 或者是滋生病毒了 还有呢 这样也是比较方便啊 有一些 就是没有死的呢 会被埋在里面啊 那么长平之战中的秦兵呢 坑杀四十万兆军 在秦朝末年的项羽呢 也是坑杀二十万秦军 在抗战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呢 中国大地上呢 也是有很多的日军呢 留下了万人坑 还有一种就是火葬 这个火葬呢 和现在的火葬可不一样啊 这里的火葬呢 都是不想挖坑啊 又怕这个瘟疫被传染 就把这个尸体呢 集中到一块 一把火烧了就行了 比较省事儿 还有呢 在西方呢 这种方法呢 是比较盛情的 在他们心中呢 火焰有净化人的 灵魂的这个作用啊 这样呢 就能够就是转世了 或者是深入天堂 除了这个三个比较常见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不常见的 比如说 这个固精关 固精关的意思呢 就是将这个 这尸体啊 堆积起来 向敌人呢 炫耀攻击 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 这种方法呢 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 毕竟呢 人们都有一个炫耀的心嘛 不过呢 这些都不算什么啊 最可怕的是一种呢 是直接给吃了 现在的人呢 都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呢 当时打仗 娘草供应不足 竟然有人呢 拿着同事 这个同类的尸体呢 当作是军娘 这在历史上呢 也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的 有的是 有的是军人呢 就是甚至啊 专门将老人小孩和妇女呢 当作这个军娘 将他们呢 称之为是 脸之脚的羊 在三国志 贵书 这个陈玉传啊 这个里面呢 就有过这么一段记载 初太祖 乏食 欲略 其本献 购三日粮 颇杂 以人死 这个曹军 军娘呢 就是 断了啊 便把这个人肉呢 当作这个军娘 吃了三年 吃人啊 在现代 简直就是无法想象 令人作 但是在那个时代呢 为了活下去 生成呢 做什么都可以 那么我们要 轻轻地 自己身在这个 现在啊 才不需要 遇到这种 可怕的事情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by bwd6